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也是令人猜疑的第二章 陆寒 热巴当初因为杨颖在怀孕期间 所以跑男节目组就请来了比较有名气的迪丽热巴 而热巴和陆寒也是在节目中很火的一对CP 不过最后陆寒却是和关小彤在一起了 也是打破了大家脑海中的幻想 而且在这张错位照中像不像陆寒在拉着热巴的手呢 其实陆寒的手里是拿着手机的第三张黄磊 虽然如今黄磊没有年轻时候的他帅气 但也是大家都喜欢的一位男星 这一张错位照也是非常搞笑的 黄磊的头发和身后的大树居然融为了一体 若是再加上一个大胡子 像不像圣诞老人啊 第四张闫义宽的孕妇照这一张照片 大家是不是很好奇吗 当时闫义宽的妻子怀孕的时候 闫义宽照了这样的照片 而且巧妙的利用错位 也是营造出一副自己怀孕的样子 是不是特别的有趣呢 第五张周杰伦周杰伦也是大家喜欢的一位歌手 更是大家心中的男神 但是这样的周杰伦 大家有没有见过呢 估计周杰伦看到也是想删掉的吧 因为一个舞女在跳舞 在跳到这个动作的时候 也是和周杰伦的上半身融合 就有了这么一幕 实在是很心疼周杰伦的第六张 小沈阳 虽然小沈阳是一个搞笑的喜剧演员 每一部作品都带给我们不一样的笑点 就连在平时也是一副充满喜感的演员 就像这张错位照小沈阳做的位置 刚好和花融合 就像自己的头发上开花了一样 有没有戳中你们的笑点呢 第七张孙丽我们的娘娘 也是很霸气的身材 而是不错的 在活动现场的时候 也许是工作人员吧 为了保护孙丽张开双臂 但是这样拍出来的照片 就是让人尴尬的 不知道邓超有没有吃醋呢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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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